在风神大战中 云霄的混元金斗 属于是顶级法宝 孔宣的雾色神光 属于是顶级神通 这二者虽说一个是法宝 一个是神通 但它们的作用却都大同小异 也就是在施展的过程中 同样都可以吸收兵器 法宝以及活物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拿云霄的混元金斗 和孔宣的雾色神光做比较的话 哪个更强呢 云霄仙子是结极的 他叫通天教主的外门弟子 赢得到恩师垂青 所以便被赐予了 这件先天至宝混元金斗 在风神大战中 当云霄得知兄长赵公民 惨死于路牙之手后 便和妹妹毕霄 穷霄带着混元金斗 来到西齐战场 其目的就是为了除掉路牙 并顺便教训一下缠交仲先 在之后的对战中 云霄先是用混元金斗 卓主了路牙 不过在射杀路牙时 却被其化作一道长红而逃 后来云霄又用混元金斗 接连捉住了产教十二金仙 以及众多产教三代门人 并将被捉后的他们 全都丢进黄河镇 废除千年修行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战中 要不是云霄手下留情 产教众先将会全军父母 为救被困的众多门人弟子 原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二胜清零西齐战场 在对战中 太上老君用烽火蒲团 收了混元金斗 又用乾坤图收走云霄 自此这一战才宣告结束 孔轩在封神大战中 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神通广大 但却无门无派 并且还甘愿在昼王手下 做一阵总兵 当然 也正因为他的总兵身份 才让他带兵驻扎于荆棘林 阻挡西州军队的东京之路 在之后的对战中 孔轩凭借雾色神光 先后受了包括红警 黄飞虎 打神鞭 定海珠 在内的众多人物和法宝 当然 孔轩的五色神光 也有失守的时候 在对战杨检 杜雅 燃灯时 五色神光都没起到相应的作用 在降服孔轩时 西方叫圣人准提 导人清零荆棘林 并用其最强心态 也就是献出法身后 才破除五色神光降服孔轩 由会员金斗和五色神光 在封神大战中的表现来看 这二者虽然都可以吸兵器 法宝一记活物 并且都只有圣人能破 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 混元金斗能轻易卓主 路牙和阳解 而五色神光却做不到 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 实力稍强一些的仙人 都能逃过五色神光的威胁 云霄的实力在封神大战中 虽说不及圣人 但在圣人之下 则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因此在面对孔轩施展的 五色神光时 云霄自然能够全身而退 反过来 孔轩在面对混元金斗时 就不一定能全身而退了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孔轩的灵活性比较差 因此才会恋爱荡产 与两次五光时 如果碰到云霄的混元金斗 相信孔轩也很难逃脱 由此可见 如果要拿云霄的混元金斗 和孔轩的五色神光 做比较的话 还是云霄的混元金斗厉害些 是因为孔轩的灵活性比较差 是因为孔轩的灵活性比较差 是因为孔轩的灵活性比较差